我们立马联系了刘大哥 第二天早上 刘大哥就从大屯镇 来到了长春 来 过来吧 刘大哥 来来来 谢谢 你好 早上从大屯坐来坐来来的 然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送风梅大姐刘传辰大哥 大姐现在跟儿子 跟儿子儿媳 和孙子一起住 看这个大姐的第一眼圆印象咋样 行 我是发现了 大哥 我给你介绍好几个了 你看谁的第一眼圆都行 就是跟我俩度过后半生就行了呗 他是实心实意的 我这个也是实心实意的 看大哥第一印象 觉得跟电视上一样吗 不一样 电视上是啥样子 电视上我觉得他挺壮的 个儿好像也没有得买 这我印象当中他应该是一米七五六那样 完了那个好像能有 早说也能有一百六十斤以上那样 听这个 那见着本人之后觉得就是瘦 瘦 瘦 那就是演员啥子呢 跟电视上比 对 演员啥子呢 对 演员啥子也比 电视上看老 老 嗯 嗯 嗯 有可能这两天瘋痴的 哈哈哈哈 都带辣辣 嗯 两人刚一见面 这大哥这头倒是对宋大姐挺满意的 但是宋大姐反倒是觉得见到刘大哥本人后没有在电视上看的那种心动的感觉了 但宋大姐也表示了还要跟刘大哥好好聊聊再看看其他方面感觉咋样 好像那个我是在底门人退休的 大姐现在退休了又自己找了一份工作 现在 嗯 现在还上班了 还上班了呢 知道这份工作两千多块钱还是三千多呀 那个我那工作吧就是说在学校 在学校那孩子那课吧要多吧就挣得多点要少就挣少点 哦 感觉那么就是我家那孩子的爸就是98年就去世了 嗯 98年就去世了 他那个当时去世的时候才43多岁 然后那个他去世以后就一人自己一直带着孩子过 然后那个后来孩子就结婚了 去那个王大夫就一直到一代 将来我们俩要合着一起的那工作就不让他干工作了 就不让他干工作了 让他跟你去养鸵鸟了 没有 那鸵鸟我也不让他养 他就给我照着我家就行了 嗯 就给打扫打扫我一声就行了 哎嘛 听这意思大哥你又相中了 嗯 宋大姐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工作经历感情经历都介绍了一番 听完宋大姐的这些基本情况后啊 刘大哥表示很满意 随后宋大姐也问起了自己比较关心的刘大哥抽不抽烟喝不喝酒的事 他抽烟嘛就是说炒酸点可以喝酒绝对不喝 绝对不喝 你喝酒绝对不喝 大姨 大哥你喝酒吗 喝 天天都喝吗 我是天天喝吃饭就是喝我就多了不喝二年 我过去年轻的时候我喝大酒 哎呀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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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咋的呀 我对喝酒吧有点有点太敏感 那我前夫他就是喝酒了 其实人特别好 哎呀那过去还要哈对我 我是从27岁喝酒 这个喝酒的事吧他喝一辈子了 我这么我怕就是啊那怕他吧 就是到年龄越大了越喝越烈 越喝越烈喝酒人就是这样的事 我觉得吧就是说对那个人家喝一辈子酒了 咱们要想就是说非得改变人家也有点不咋好 因为咋呢一个人一辈子养成的习惯 你要想改也不是那么容易 再说我也不想让人家为我就是说对 就不喝了人家有这条件 觉得这喝酒就是人家的生活当中幸福 你说咱不让人喝吧也不到的也不是那回事 但是我对喝酒呢就是说太烦了 先认识一下等有时间我到你那看看 行 因为刘大哥爱喝酒这事 宋大姐跟刘大哥的缘分没有虚伤 但宋大姐也表示了很高兴认识刘大哥这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